I'm a man on a mission I don't need no permission 早安各位今天是周日 我們沒有上班 但要來做一件大事情 在我身後有一台Force 還有一台DRG 那這是我平常的玩具 也改的差不多了 那今天要來改奧 在改奧格之前呢 我覺得每一台車它有不同的形體 所以在改裝的時候 它要呈現屬於自己想要的風格 包含當初那台Force 我們是採用雙疊的系統 由於Force它的車身結構 加上它的裝量是足夠的 所以我們當初這台是 雙疊的一個套件 那也是當時Force第一台 雙疊的套件 然後採用大純色的卡件 再來就是如何將你的套件 經過兩側組裝 讓先輪框在置中的範圍內 然後接著才去引導你的卡錢 在疊盤的中心點 接著就是將你的輪框 調整至你的前叉的中心點 調整中心點之後呢 你才能將你的卡錢至於至終 那這裡需要調整 尤其是兩邊它都不是完全對稱的 所以方式很多種 那有的人他在做這個東西 會選擇修改很多項目 那修改越多項目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基準點 還有最終的數據是會跑掉的 所以一般拿到這個雙疊套件的時候 你需要花一點點的時間去做調整 那調整之後才是看真功夫的時候 然後像這台一般也沒有騎 一樣它是順暢的 這個洗一下會更更更鬆 現在就偶爾拖出來洗而已 好 這當初耗掉我蠻多第一次的經驗 相信今天在搞我的凹個 理論上應該會比較OK一點 好 大概就是我的一個 舊時代的FORCE 好 大概繞一篇 結束 由於FORCE的體型大小 最後來講偏大 這台車在設定的時候 就不是以跑箱為主 而是以平面道路 我們所謂的修理 舒適為主 所以包含天下使用MSP 它是蠻舒適Q軟的 然後 後面則是採用GJMS的GP-6 這個器品是CNC的 它是跟它的主體一體的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的器品要架設在哪邊 這屬於比較懶人的做法 不過它單價也比較高 後期大部分都是賣GP 忘記了 好感太多器套了 然後 車上有準星的絕版反光 但是有燈的飾品 然後這是COSO的海鷗尾燈 這個避震器 這個是一體的單價比較高 以及雅結 綁起原廠的排氣管 限量持重點的油箱蓋 來自鯊魚 裝逼裝帥還有強化中間的 羅夢強化車架 會鬆鬆 但是很帥的CMOTA後照鏡 這片封鏡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它跟沒有它在行駛的時候 你的胸口的封切壓力差蠻多的 而且尾數會增加 你看都沒有在洗車 完全變成 這連 然後這台車又有後移 8公分 乃是增降的超間 接著猜猜這台車是什麼車 這台車是我的DRG 全車的部分是水短硬 你問我是什麼溫度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選了一下 那DRG這台的話 在尖重層的部分也是下足了一定的功夫 尤其是這組L35 是全台第一台 第一台L35 由於DRG它的內部空間比較小 所以在選擇當初要如何做組裝的時候 是需要考慮到前叉的長度 如果今天採用FORCE的前叉的時候 它會多出我記得是2公分吧 忘記了 因為蠻久的數據 那你這邊它就會突出來 前叉它必須往上放 那相對的會有些問題就是 你的上半部 它要吃掉的面積更多 你要修改的幅度 以及不會去干涉到的問題 會更複雜 於是我選用近戰四代的 殺魚前叉 然後請協力搶商 凱瑞斯幫我 製作三角台的底座 那這個三角台的底座也有學問 因為三角台的底座 我們有降低幾公分 忘記了 因為數據真的太久了 那我們降低之後 上半部它的干涉就會更少 所以我的空間會更大 我只需要修我的左右邊邊 而不用講整個身上面挖掉 那實則來講的話 當然對我來講 試作上面會比較好做 試用上面肯定不會有影響 因為畢竟你前叉這一段 它的長度是固定的 所以在這個方式下 我們移植了近戰四代 也成為當年第一台 就像雙疊的FORCE一樣 都是當年第一台 在無任何套件 無任何公式 也沒有人分享之下 我們獨立完成開發製作 然後這台的話是使用 暴力壺的疊盤 搭配比較大顆的484 最原本這台是預計做雙疊 不過拿到車 然後騎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這台的車 重量不太適合做雙疊 講重量也好像不太對 但是它給有整體的一個配送感 是不適合來做雙疊的 因為我的車也都會騎長途出去玩 OK 那這台車也是沒什麼在騎的 上面劈滿的灰塵 而且剛借一個彰化的滴滴其彎而已 OK 那一樣在做這一組前叉的時候 真的除了上半部的三小台 耗時很久以外 再來就是輪框的至中 鯊魚的鎖法 鎖輪心的方式 跟MSP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在抓至中的時候 比較複雜 那如果說沒有至中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你的卡鉗 影響到你的碟盤 影響到你的順暢 靈靈種種 所以在做調整的時候 確實也搞了有一小段的時間 不過都是一一克服 那這一台的話 一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至中效果 你會說這台好像轉比較久 並沒有 因為當初這台很乾淨的時候 也可以轉很久 只是這台最近都還有在服役 還有在洗車 雖然說還是很髒 不過至少比起BOSS 它放了兩年左右 沒有在騎 這台至少上個禮拜 還有在彰化服役 好 那很多人在做一種椅子的時候 看的是外觀的呈現 那我們店做的除了外觀的呈現以外 再來就是告訴你 真正完整度 它應該要怎樣呈現它的實際狀態 好 就像現在這樣 你看 哎呀 它是變了 那其實也蠻意外 當初裝這一組之後 給我的騎乘感受 還蠻吃驚的 真的很好騎 我還曾經其他去林道月也過 然後整個觸底 整個車頭全身抬起 然後也沒有怎麼樣 尤其是這輪框 當初克特 我記得好像吵得 廢廢癢癢 不過在它那一篇 輿論出來之前 我們已經去騎林道了 然後是大力幹到 全部觸底 整個車抬身起來 我也沒有拖框的問題 以至於我覺得 有時候 是不是特意在帶風向 然後讓自己更有名 我是不清楚 不過我只能說 我不會在低胎壓的時候去騎車 尤其是沒胎壓 靠腰想嚇死誰 那是不對的 好嗎 然後接著介紹一下 我們採用的是六合一的開關 那一台Boss也有 這台DRG也有 這台的部分是用RCS 不過是之前那一台拆下來的 龍頭的部分是台雷斯的龍頭 中間有裝一個水溫錶 就偶爾可以先看一下你的數據 最厲害的是 我有裝這個 哇 開機了 它就可以發車了 那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Eton的iMOTO藍牙指紋 開鎖系統 那如果說你一定要加油的時候 你就是按兩下 它就會彈開 那如果你今天要開車廂的時候呢 你只需要按一下 它就會彈起來 至於真的做到你不用帶鑰匙 也不用帶遙控 出門 另外它還支援手機的藍牙 如果現在手機在錄影 所以就沒辦法操作給大家看 那這一支MOTO R的話 也是當時DRG第一台 我請選擇趕快先給我的 那時候拖上 拖上社團有的沒的 也是負面聲浪一堆 說什麼煞車會登到LG啊 到底是它沒有LG 所以特別羨慕我沒有LG 請問煞車的時候會往前滑 到底 你車禍的時候我不敢保證 但是你正常使用之下 我就問你煞車為什麼會往前去做那支阿魯巴 就算沒有阿魯巴 然後你煞車的時候 你會抽到你的腳踏板上面嗎 因為算了算 氣死我了 油箱蓋 是來自凱瑞斯的油箱蓋 摔摔的一個混入 接著呢 這台車是使用雅捷的排氣管 然後搭配綠色的 凱瑞斯 水箱外蓋 CNC刀 等等看一下 帥尬 排架的部分是使用我們自己 研發製作的 那我看是拼接款 整體造型的話就比較簡潔俐落 把這台車的屁股做一個縮減 不會有它一大麥的一個排架 然後避震的部分的話 這是選擇鯊魚的叉吐 看到了沒 整車有多張 整車有多張 看到了沒 都沒該騎 以上就是非常沒有內容的介紹我的這兩台 近幾年比較有在做的車 接著好幾年沒有拍片了 拍自己車的影片 所以等等就是拗個開始了 要搞什麼呢 一樣緊繃的緊繃的 緊繃的 檢查系統 只能趁禮拜日不開門的時候 沒有客人的時候搞一下 YO GO 好改車找誰 對不起 沒辦法 沒錢 但賢水找誰 找我們 我們長期有在玩賢水 跟南部的店家 跟外的店家都非常的棒 他們都會記得 我們是來自台中的汽車行 每次都會給優惠 那這個手錶沒有很貴 大概一萬元而已 那當初拿到優惠的時候 也比這個還要低 這是不方便說的 但這是一代的 所以現在應該是可以講 那這個手錶 再次強調一萬多塊 很便宜 但它非常的貴 因為當你沒有它的時候 你在做深度潛水 非常的危險 隨時沒辦法監控 你的器皿管理 以及你的檢壓問題的時候 你有可能整個人就白掉了 就直接上西店了 有可能做太多壞事 直接就下地獄 下次滿起 他只要沒有帶手錶 他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的帶潛水 只能跟著島嶺或是跟著我 那我要偷偷跟他講 我很少在看錶 我只有在做檢壓 只會秒一下而已 所以要死一起死好嗎 一起先得潛水不病 一起零 零保險 然後如果說不行的時候 一起升天 然後還有個伴 所以潛水找誰 潛水找我們洛克班 我們洛克班是在 某些潛店是有特約的 那是有一種特約 因為常常去玩到很熟 所以他們會記得我們是 開動的機車 還有我們很多員工沒有 那其實都是玩家 大家一起潛水 所以說我們除了玩車以外 我們還有做一些休息運動 像是舒西 像是潛水 這樣有興趣的 都可以來我們店 消費消費 然後我們就可以認知了 認知之後我覺得你可能在這方面還不錯 我們會找你 或者認知你本身有興趣可以 來找我們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生活不只有玩車 近幾年有的車廂說我都無心於弄車 其實車來就是要坐 那沒時間排便 是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不太 不太屬於我想做的事情 我可能大部分影片都在休息 在潛水 那是屬於我私底下的私生活 所以並不是我沒有在工作 那工作也不一定 並不一定要PO 那這次因為是新車的關係 所以 在還沒有人PO雙碟之前 我們先記錄一下 免得我們卡丘把人家PO的時候 我至少還有時間證明 誒我滿早就想做了 好啦 不要廢話了 今天禮拜日趕快NO NO 我們下班出去死了 OK開工 然後我們的前總成 有看到嗎 兩片碟盤 緊繃 潛水也很緊繃 好嗎 潛水也很緊繃 沒人要理我 對因為我下水之後 穩定狀態很好 所以他們都不理我 這次感謝GJMS的幫忙 讓我們滿早就拿到我們的 雙碟系統前叉 我手都在抖 至於這次拿到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遇到哪些狀況呢 由於屬於獨立的開發 輪胖是使用客特的 前叉使用GJMS FX 遇到的狀況就是兩家獨立製作 所以數據當然他們是不會匹配的 也需要後期由店家 就是由我們去做修改 那 我挺傻眼的 就是兩邊的卡座厚度是不一樣的 左邊是使用FORCE 1.0的 它的厚度我記得比較薄 那右邊是FORCE 2.0的卡座 厚度比較厚 那至於礦就更神奇了 對我來講雙碟礦應該要是對稱的 包含你的裴領孔位的深度應該要對稱 因為從FORCE 2.0或者從奧格上面 它的原廠套管 它是一樣長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對我來講原廠的狂 它的所有也是對稱 但這個框它的裴領深度不一樣 導致一度鬧出了烏龍 我一月兩月覺得怎麼那麼奇怪呢 然後跟廠商反應 然後也是 對好啦 這個是很正常的 這不能怪誰 只能怪我當初沒有先去量裴領孔的深度 好那再解決那個問題之後 我們就是將輪框想辦法弄到中間 弄到中間之後 我們再來看我們的疊盤去卡線的位置 接著再去加工部分的東西 那當然像我一向是選擇加工最少 影響最少的一個部件 那去做處理 我當初有三個東西要修改 那最後選擇其中一樣 去改變讓它的能夠大到之中 所以搞了兩個半夜 然後大概晚上下班花了兩個小時左右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它需要拆在裝裝 拆在裝裝 然後一直去量一直去量 然後直到我覺得OK 在一個正確的數值內 我們才能 上裝 雙碟 緊繃的雙碟 香不香 那背後看到我的店名 如果你是玩緊繃的 那可以考慮一下我們家 只要你想得到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坐在市場的前段 不是跟風的 是我們在先做的 那先做的通常就先被轟 好爽 好爽繼續轟 繼續爽好不好 拜託有點心好嗎 不要看到什麼在那邊開槍很無聊 這就是創意 玩車就是搞創意 搞實力 就這樣 潛水到我們 不要掉下去了 放手囉 接著就是這吉巴的H口 它需要往後拉 那就可以打開了 拆下來之後呢 那我們就先對一下卡榫點 就每個卡榫點都是 特別的 完美的 好 這邊 也都增長 然後放另外一邊 這邊會貼膠帶 建議以後拆奧哥的時候 兩邊我們要貼一下膠帶 因為在組裝回去的時候 它的角度關係 會去通常一些 真的沒辦法 所以想了半天 我覺得還是貼一下膠帶好了 好 所有的卡榫都非常的完美 存在 接著 就是這兩塊 拆掉 然後下添它 我就好奇 戴著手錶怎麼工作 我就好奇 戴著手錶怎麼工作 所以 這樣知道了吧 不用勉強了 人家很強 人家戴著手錶幫他工作 戴著手錶 我現在覺得 我要把它脫掉 就不難工作了 經過了一下下 我們已經將前面全部拆除了 還沒有看過奧哥裡面的人 那我們一一的 從上面戴下來 首先這個是龍頭的靶座 然後兩條前後的油管 然後是上鑽ABS鑽的 然後ABS的話 這次藏在這裡 然後喇叭是外露的 很多人會說 我 車殼如果破壞了 內部破壞了 會跑水嗎 這次已經都是做外露式的 其實這些東西 很多都有做綁水 真的不用太擔心 OK大概就是這樣 多看幾秒 好看完了 那我繼續拆囉 好吧 再除了差不多了 我先油管已經移除了 右邊的油管已經除了 然後下油管已經除了 所以 油管還沒有去量測我要的長度 加上是雙底 我有角度的問題 我有美觀的問題 所以 油管會在明天禮拜一的時候 才請廠商幫我製作我要的長度 等等 就要來拆龍頭了 做一個宅裝重度使用者 說真的 這原廠車對我們來講完全不行 說真的會說OK 非常夠用 可是 像我自己店裡客人來試駕這台 基本上他們在別台車上面 都有做一個基礎的改裝 騎出去直接說 哇靠 怎麼會變這麼硬 怎麼會沒煞車已經夠用力了 沒錯 所以 可能要磨合 可能要適應 你看 它在原本一級的奇怪的一個set上面 接觸到新車 一定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那像我們是中路使用者 所以 這個落差我覺得 無必要去適應了 直接改了 OK 等等 吃完天繼續拆 好 手又受傷了 雖然說我也不知道哪時候刮到的 老公現在就流血了 快了吧 美美的雙疊框 上車了 現在是新的培領 我裡面牛油也沒有處理掉 因為 反正 以我知道科特的框大概 一個月它的油就會比較稀釋 就會比較順 所以 目前不打算把油精掉讓它變風火輪 那這次採用的話是 先你的對視卡 對 因為預算有限 好啦 沒有啦 其實 之前上FORCE上輻射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綠 那在調壓上面也調的蠻久 那我與其調壓調的那麼累 不如我直接上對視就好 畢竟這次我是用RCS奇蹟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不用太大顆的插線 OK 未來如果有要整理再整理 其實還不成問題 沒有上過對視的雙疊 只有上過頂級輻射的雙疊 這次配合球其次 其實有雙疊就是帥了 管它卡錢是哪一顆 就算兩顆圓掌 也是跟雷疊王一樣屌啦 就這樣 不要一顆太多 口袋最近不足 因為最近都在玩潛水 稍微躲在那上面 接著我們要來拆 總縫的 自願堂的總縫 可愛的後照鏡 當初PO完一段幹屌 結果 還是賣得很好 你知道嗎 越酸越有人要賣 真奇怪 永遠當第一個就要背轟被罵 我這個不是鎖在法上 我這個會再低一點點 我是用支架的部分 讓它鎖上去的 所以這個後照鏡看不看得到 看你夠不夠瘦啊 看你有沒有長眼啊 大概就這樣吧 這次選用的是 RCSCC的直退總共 我的油杯跟直退總盤 裝上去了 這次使用的是哪一排 AEM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用過 最後來講的話 油杯它就是裝油的 不要太貴 這樣這個就不是正品了 我說真的 不窮 不過主要我是看功能性 大概花錢的 像直退的部分的話 有國產的 也有國外的 國外的話也有分高或低的 那當然我自己用過不同的品牌 我還是相信 這個品牌帶給我的一個使用感受 跟信賴 至於油杯的部分的話 就裝油 曾經有人買過這兩顆也是仿的 那有漏油 至於我 倒油進去會不會漏油 不知道 這就看人品囉 相信它人品沒有很好 很正常 那我的部分 讀讀看囉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每一組直推 每一組油杯 它都有不同自己的一個 角度可以設定 其實變化性是蠻大的 那這次用到RCSCC 是沒有想到說 它的油道 接油杯的出口 是被綁定的 像RCS的話它是L型的 所以旋轉 然後CC的部分它就單一出口 所以在設定的時候 也花了我一點點的時間去思考 我要用哪個油杯 那怎麼去架設 那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牌子的 然後它有一種 轉接座 那是正版的 然後它可以直接弄上去 插上去 那就蠻漂亮的 不過我是為了點綴我這個 油杯紅色的圈圈 所以我做了一個外掛式 然後搭配了毛毛蟲的軟油管 這是我自己的概念 好不好看看個人 反正完整度上去的就會知道 OK 這次的雙碟輪框 我選用了XR1的輪胎 那XR1本身它是屬於熱動胎 那為什麼要用到熱動胎 除了過完導向性的一個安穩 然後抓地力 以及最主要 在煞車的時候 輪胎到底負不負合得了 這都是重點 所以它搭配這麼強而有力的煞車 自動之下 輪胎它真的是一個關鍵 好了 我們的前總層的安裝已經完成了 由剛剛的右卡 然後帶到現在的左卡 轉機伸不進去 看起來能不能伸進去 可以 那框的部分的話 確定是90%以上 在前叉的中間 那卡田座的部分的話 搭配卡田也經過修改之後 也都是在中間了 基本上這個準度就很準了 因為畢竟有一些 限定條件的限制 這個有點難解釋 但你在組裝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打比方 我想要修卡座 那我可能會撞到氣瓶 有點美的 還有形體的問題 有點複雜 所以在取捨的話 我們就大概能做到90%左右 其實是OK的了 因為畢竟很多人它是盲盒 盲盒完它就並沒有置中 那在我們這邊做的話 妹妹腳腳我們有抓到 然後再來就是取捨的部分 會取其心 然後達到最大的效果 OK 我們來看一下正中間的方位 那這次輪框的部分的至終呢 我們是採用氣瓶到輪框的一個距離 那巨蟹的部分的話 他們是用前面的土屬支架 不過前面土屬支架 因為鎖的時候基本上當然 這個公差問題會比較大一點 那像這種它是 我覺得比較精密啦 氣瓶的部分跟氣瓶座 它是屬於比較精密的東西 所以我的量測的依據是來自於這邊 那兩邊到框體的部分大概是7公分 那當然就看你的點是戳在哪一邊 那這邊到這邊後來大概是在7公分左右 正負不會超過0.5 這個是我自己量出來的數據 OK 那剩下就是等等要來量油管了 油管都還沒量 還有角度的問題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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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繃 沒有戴手錶了 戴手錶怎麼工作我是不懂啊 可能我太弱了 OK 來看一下未來轉動的一個樣貌 兩片碟盤 太緊繃了 然後接著要檢查碟盤它的偏擺力 因為雙碟的部分,碟盤只要有一邊 尖擺比較大的時候在煞車的時候就一定會出問題 很可怕,這個之前的經驗告訴我們 碟盤要順選,然後要檢查它的平鎮度 OMG,就不那樣啦 可謂工程的細節 像是原廠它的喇叭的走線 然後時速感應線的走線 都是非常詭異的 那現在換了一個三角台之後 或者換前台之後 我看過許許多多的破黑的狀況 那當然在我們這邊試做的話 我們的線都會把它重新再整破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話,轉向的部分並不會干涉 然後接著就是喇叭的線在這邊 然後時速感應線的部分在後半部 它都不會做任何的干涉 那今天的工程就到這邊了 剩下的就等明天 加露達的油管到位的時候 我們再來組裝我們總棒的油管 這次選用的油管是來自我們台中的加露達油管 加露達油管它可以定製不同的顏色、長度 它的關節也蠻多關節的 所以都可以做選擇,做自由的搭配 創造出自己喜歡的樣子 最重要的是這就是桿車 剛剛我們的龍哥姨貓馬油管衝過來了 開動,又到了加煩的環節 目前要來灌煞車油囉 我管你架設完成 抓起來了 那所用的部分的話 這個對稱 這邊對稱 好囉,我們的煞車油灌完了 希望明天我的油杯會跟我的人品一樣好 不會漏油 我沒有在表誰 好嗎? 那只有知道的人才會知道 那現在要來看一下我們的順暢度如何 至於為什麼要抽來硬片 因為就是看有沒有夾很緊 如果沒有夾很緊 這代表你的刺中還有孝陣是OK的 因為現在是新的輪框 新的培鈴 因為油都還在上面 所以我暫時就不搞它 騎陣子就可以了 這邊好像轉不過來了 很多人會說為什麼要把來硬片 因為最主要是看你的混壓有沒有做好 哎呀我的手 OK,這個都是很鬆的 那這樣子就做完調整壓力了 剩下就等行駛之後 它就會更順暢 這是我過去這樣調整的一個經驗 放點 完成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油管走位 加入打,椅子的上來 然後這邊收了三條線 這邊的話一次是兩條 就是我們時速感應線 跟右邊的卡鉗 然後後面都有做固定 這個部分的話是拿善良的東西來用 不過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OK,那當然先偶爾會跑一下那次沒辦法的事情 那至少如果從後面來看的話 是不會碰到也不會甘預到 OK,終於完成我們的灌油了 好啦,那下午的部分 我們的Chuckron龍哥也是加入打的業務 把我的油管送過來 送過來之後 我趁著下半時間 灌了一下油 接著調整一下 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雙鐵的部分的話 目前使用的是RXSCC 手感的部分的話 怎麼Q彈 但不知道露測的效果如何 我沒有很確定 至於我的左手邊的話 也是很Q彈 不過這個比較大實一點 畢竟就是推蛋卡鉗而已 OK,我是不會漏油 我不知道 經過了一夜的閒置之後 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的N5的漏油 畢竟這種是組裝式的結構油杯 它就是油跟上下層 我們來檢查一下有沒有漏油 好,乾的 安全,另外一邊 好,來檢查一下 好,來檢查一下 嘿,人品到爆發 綁的也沒有漏油 這就是人品的問題 這就是人品的問題 嘿,人品到爆發 綁的也沒有漏油 這就是人品的問題 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樣 覺得原廠的燈沒有很亮呢 於是我們就來裝一下卡西比的霧燈 希望能夠這麼亮 那之前我這個人是比較傾向不使用霧燈 那這台車的霧燈 因為目前看樣子要有大燈總成 去做循環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有 那三度時期就先裝兩顆霧燈 聽說這個牌子還蠻屌的 兩年的保固 然後沒頂台灣 然後有雙色 可以做切換 就來找個不錯的位置安裝吧 棒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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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位置不錯 但是土地上去不知道會不會有干涉 試試一下 好,現在記得測試我們的 黃排光自動切換之外 我們要再開啟另外一個燈了 準備打開光明之燈 那還叫燈嘛對不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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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